同样也令人关注的洪仲秋事件 竟然变成了有心人士的诈骗对象 就在红案爆发之后 洪家人是很心急 一直想要找证据 只要是任何的蛛丝马鸡都不愿意放过 没想到有人自称是269旅战情室的士兵 说他握有消失80分钟的画面 要约洪家人来见面 还开价要了数十万元 不过好险洪家人跟律师坚持表示说 必须先看过引带才行 而这名人士就因此失联了 所以洪家人推断 这可能是诈骗 桃园地检署公布洪仲秋 在269旅禁闭式的操练过程 不过关键实践的画面 就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让急着想找证据的洪家人相当煎熬 这也迎来有心人士看重这一点 想向洪家家属所讨告了金钱 洪家妈妈说 在洪家积极想找关键画面的时候 就曾经接到好几名人士说 手里有关键画面 其中有自称是269旅战情室的人 向洪家表示 握有关键的八十分钟引带 当时对方说已经将七月一号 洪仲秋倒地了八十分钟画面备份 要求洪子用北上到一间餐厅见面 不过一开价就是几十万元 坚持要先付款才给画面 辛急的洪家人单一先给十万 不过律师团认为可能被有心人士利用 律师团坚持要先看到监视画面 结果这名人士就突然失联 家族不排除对方根本是诈骗 事实上在洪案爆发之后 洪家就接到不少人透过各种管道 需要提供有利线索 不过很多都是要求先付款 让洪家很困扰 而其间除了政府高层 多次到洪家质疑之外 还有许多不明人士或是民众 直接来到后里洪家 有关心质疑 也有人半夜敲门谩骂 让家属感觉生活被打扰 当地警方也已经加强巡逻 希望让洪家尽快恢复平静 藉由林健森 彭幻群 台中报道